太Ossie了 還沒到目的地我就已經搞成這樣 好好吃喔 我們就這樣子站在隊伍裡面 雞蛋在裡面的耶 清爽型的姿勢麵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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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向後轉 嗨大家早安 今天是我回來馬來西亞的雞雞天了 第四第五天了吧 大家現在看我有點小眾 原因是因為呢 昨天就是去了朋友的婚禮 然後真的喝了蠻多 然後就大概三點多到家 兩點多到家 所以呢我現在超級無敵種了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呢 今天呢我終於要出吉隆坡了 這次我回來呢 就有特別一個小小的要求說 我不想要只是待在吉隆坡 我想要去別的縣市玩 這次呢 特別才跟我妹呢 一起要去一個小小的trip 就是去縣市玩一個兩天一夜 那因為只有兩天一夜短短的時間啦 所以我們就沒有辦法去太遠 所以呢我們這次就去馬六甲 馬六甲也是我一個 應該有七年左右都沒有去的一個地方 那個車程大概要兩個小時左右 所以呢我們打包了麥當勞 那大家可能會覺得 欸韓國沒有麥當勞嗎 韓國有麥當勞 可是韓國沒有 辣死你媽這一個 因為辣死你媽本來就是 馬來西亞的一個美食嘛 所以我就來吃吃看 因為我妹說是好吃的 它的飯很好吃耶 很香耶 你要吃嗎 沒有禮物 不是那我要怎麼出門 啊Shit 大家看一下這是什麼 完蛋了 還沒到目的地 我就已經搞成這樣了 大家 千萬不要在車上吃東西 會像我一樣 My God 現在已經到馬六甲了 可是呢現在 因為剛剛就是不小心把那個辣椒呢 弄倒在我的衣服上嘛 我就一直很壓力 就是很stress 因為我看到我整個褲子呢 就是紅紅的 所以呢我決定要來買衣服 因為要不然我真的會瘋掉 所以我們來馬六甲第一站呢 就是要去H&M買一套衣服來穿 大家看我這一坨 這一坨 跟這一坨 我覺得太可怕了 來到H&M了 好這是我的第一桃 是個藍色的裙子 到這件好像那個大肚子的感覺 好上級沒電 換電池 呵呵呵 今天真是 終於到我們的住宿了 現在已經三點了 剛剛不是看我去買衣服嗎 結果我一件都沒有買 我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H&M沒有一個真的是可以穿的 真的好看的 因為剛剛就是也給大家看啦 就是覺得穿的很像大都婆一樣 所以呢就馬上來check in我們的住宿 然後Airbnb這裡 然後換了一套衣服 還好我有帶多餘的 要不然我是真的是不出門了 那就給大家看一下我們的這個Airbnb吧 就非常簡單 這裡有一個廚房啦 然後一個超漂亮的鏡子 我蠻喜歡這鏡子的 然後兩張床 一間廁所 就小小的 我覺得三四個人住是ok的 這就是我們的客廳 好終於出門了 我們爭取到四點出門 然後現在我們要去吃的那個牛奶餐呢 是小紅薯很多人都推薦 叫做Heritage Flavors 我其實來馬六甲也是想要吃娘惹餐 娘惹餐非常好吃的原因 是因為要非常的開胃 就是有點酸酸辣辣的那一種 然後還有就是要吃他們的那個糕點 就是馬來糕點 天啊我真的好久沒有來馬六甲啊 欸我真的覺得我們等一下吃飽可以走走看耶 要掃描點餐 我發現到馬來西亞最近就是都是用QR Code 就是掃描來點餐 真的跟韓國不太一樣 韓國比較少就是掃描點餐這件事情 不知道叫什麼寶寶 然後本來呢我來這裡是想要吃他們的那個馬來糕點 但是因為今天是聖誕節關係 然後又是公公假期 所以呢賣完了 Oops 有點小可惜 但是希望明天還有時間去找一下別的馬來西亞馬來糕點吧 因為真的很想要吃那種糯米啊 還是吃那種黏黏糯糯的東西 好好吃喔 好好吃喔 它的牽的很好吃 這完全好好吃欸 這比那個 那個野獅賣的更好吃 而且它裡面的空氣感 吃法欸 吃法欸 嗯 超香 嗯 好適 可以要沒有醬的Odada Odada 真的嗎 真的沒有 可是Odada Odada是JB的欸 嗯 是醬子醬子吃 嗯 實在是吃得太飽了 剛剛 所以呢 我們現在必須要消化消化走走路 在這個Jungle Street吃醬街 它這裡我跟你們說真的很好拍一些 比如說 那種 很有Feel 很有感覺的照片 因為它這裡的建築屋都是矮矮的 然後 啾啾的 所以非常有那種風格 就是以前那種 很有歷史性的感覺 所以我覺得大家來這裡的時候 可以就是走一走 然後拍拍照 前攤 現在我們到晚上要吃晚餐時間了 然後來馬六夾要吃什麼呢 就是要吃satay churl 我跟你們說 我從來沒有吃過satay churl 真的 我沒有來吃過 但是 就是要吃什麼呢 大家都說一定要來吃 所以大家都說一定要來吃 你有吃過嗎 沒有 真的嗎 那我們今天就是要來吃satay churl 看它到底有多好吃 然後這家我們是在小龍叔找的 很多人推薦叫做 Mac Queens Mac Queens Oh sorry Mac Quack Sate Churl 傻眼貓咪 現在情況是 超多人 然後也不知道怎麼排隊 然後我們就這樣子站在隊伍裡面 有這麼多人吃嗎 我不知道 這麼好吃嗎 我會 我會 充滿期待喔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麥克風都沒有錄到聲音 這一整段都是無聲的 因為我們就大概拍了30分鐘 就終於到我們入場啦 一坐下來呢 他們就端上了這一鍋 滿滿的花生醬的一個火鍋的東西 就可以去到他們的冰箱裡面 去拿自己想要吃的串串嘛 它這裡串串非常多種 有各種各樣的肉啦 蔬菜啦 菇類啦 或是丸子類等等的 不知不覺呢 就拿了這一堆 然後馬上就來把它丟進這個 花生醬裡面煮啦 這是我第一次吃saté cello 我覺得真的好好吃喔 真的比我們吃saté呢 來的更濃郁 然後可以全自己喜歡的料 然後丟進去 然後沾在那一個枝 真的超幸福的 只是此刻我也好想再吃一頓喔 我個人覺得這裡的環境呢 算蠻乾淨蠻舒服的 雖然說鍋很熱 可是呢 吃起來也不會覺得大流和不舒服 因為有很多的風扇啊 就是還蠻娘爽的 所以我個人推薦這裡 如果不需要等超過一個小時的話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排隊吃的 如果真的要等超久的話 還是可以去吃別的美食啦 我們現在來到了這個叫東昇圓海鮮 來吃我們第二天的第一餐 其實除了小紅水 大家就是本地人也會推薦說來馬路獎 必吃的一個叫做芝士生蝦米粉 沒錯你沒聽錯是芝士 芝士會不會有點奇怪呢 其實我一開始是覺得 應該會很奇怪吧 但是來到這裡我覺得 它應該是好吃的 因為是抱多了 我們是11點半到 裡面幾乎都快滿座了 我真的傻眼 所以非常期待這個芝士米粉 吃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這盤是小的 然後48塊馬幣 我覺得它分量滿多的欸 它有給兩隻蝦欸 而且都是大蝦 我覺得它不錯 它是鹹鹹的 然後真的是有那個芝士味 可是不會很濃 它其實有點像那個奶油 加一點芝士下去 強烈的蒜香 吃起來是清爽型的芝士麵 我覺得可以欸 很特別的味道 這個是招牌 每一桌都必點 我今天沒有看到哪一桌 是沒有點這一盤東西的 它的蛋是入口即化 而且它這個小肉啊 也是超豐滿欸 超大哥的 我覺得它是真材實料 超新鮮 哇 我們要去找鴨鴨了唷 這家這家 它是可以叫那個人幫你把鴨子抱在你的腿上 超可愛 我也想要一隻鴨鴨抱在腿上 你還在爭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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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在爭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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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它有指甲滿痛的 欸不要 不要抓我 不要抓我 哇好好乖 喔My God 你要好可愛喔 妳是Baby娅娅嗎 我征服了他欸 太awsy了 他大便了 他竟然在我腿上大便了 請問你大便的感想如何 遵徒 感谢观看